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股神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 提到巴菲特可谓无人不知 他掌管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股票投资公司之一 伯克希尔哈萨维多次登顶世界首富 截至2020年4月他的个人资产达到705亿美元 超过了很多国家的GDP 除了股票投资上的成功 巴菲特还以慈善著称 承诺捐出自己99%的财产 被媒体誉为奥马哈圣人 每年他都会拍卖一次跟自己共进午餐的机会 把拍卖款捐给慈善事业 很多人愿意花几百万美元只为跟他吃一顿饭 亲身领略这位奥马哈圣人的风采 跟很多金融界富豪不同 巴菲特不是在华尔街成名的 他的大部分人生都在美国中西部小城市 奥马哈度过 2008年巴菲特授权金融分析师 爱丽丝·施罗德 替他撰写了个人传记 滚雪球 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作为官方授权传记 本书包含了巴菲特本人和亲朋好友提供的 大量第一手资料 深入探索了股神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 我们将用上下两集来解读这本书的内容 上集从巴菲特的童年讲到他40岁 我们将了解到巴菲特如何从一个内向的问题少年成长为优秀的股票投资人 下集是巴菲特步入中年之后的人生经历 我们将了解到他在实现财务自由后如何继续完善自己 从一位优秀投资人升华为世人敬仰的投资大师 今天讲上集 我将分三个阶段来解读巴菲特的前半生 第一阶段是他19岁之前的人生经历 巴菲特的家庭和童年教育 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段是他19岁到26岁的青年时期 这个时期 巴菲特失从价值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投资体系 第三阶段是他26岁到40岁 巴菲特返回故乡创业 通过一系列成功的股票投资 集成富豪行列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 巴菲特19岁之前的人生经历 巴菲特是法国后裔 他的先祖出身 法国基督教新教中的胡格诺教派 17世纪时 为了躲避宗教迫害 移民美洲新大陆 在东部买了一个农场 这个家族以吝啬著称 吝啬到什么程度呢 家族里的男孩长大后 不准出去工作 只能留在家族农场里 当廉价劳动力 1867年 一个叫西德尼巴菲特的年轻人 无法忍受这种剥削 离家出走 他来到中西部小城奥马哈 在这里开了一家杂货店 他就是本书主角 沃伦巴菲特的曾祖父 沃伦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 在大学里读新闻系 非常热衷政治 但作为杂货店主的儿子 社会地位比较低 没能在新闻界或者政界找到工作 只好去一家银行当保险推销员 1929年 沃伦出生的前一年 华尔街发生大崩盘 紧接着发生了经济危机 霍华德失业了 一家人陷入贫困 1930年8月30日 沃伦巴菲特出生 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上面有一个姐姐 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 当时因为银行破产 存款清零 霍华德半辈子的积蓄化为乌有 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沃伦的母亲想尽办法 结一缩食 有时为了丈夫和孩子能吃饱 甚至自己饿肚子 这种奉献精神非常伟大 但困苦生活给沃伦的母亲 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再加上她的家族 原本就有精神病史 导致她的情绪暴躁无常 经常拿孩子们出气 给沃伦留下了心理创伤 造成她孤僻的性格 沃伦四五岁的时候 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 当初父亲霍华德失业之后 铤而走险 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一些钱 跟人合伙开了一家股票经纪公司 当时美国股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暴跌 霍华德超了个大底 1932年 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 废除了金本位 实行财政刺激 股市开始上涨 巴菲特一家也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 沃伦自幼非常内向 不喜欢出去玩耍 他喜欢的事情都跟数字有关 例如去教堂的时候 他收集赞美诗作者的生族年月 来计算他们的寿命 然后跟普通人的平均寿命做对比 他发现 这些为上帝服务的人 并没有比普通人活更长时间 从此就对宗教产生了怀疑 六岁那年 小巴菲特对数字的偏爱落实到赚钱上 他喜欢到体育场这种人多的地方 推销口香糖 汽水等小商品 父亲给他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看着账户里的钱一点点增长 他感到极大满足 十岁那年 父亲带他到纽约做了一次旅行 父子俩去参观了纽约股票交易所 还见到了他们的偶像 高盛掌门人西德尼·温伯格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沃伦终生难忘的事情 温伯格抱了他一下 问道 沃伦你喜欢哪只股票 这个问题从此根植在年幼的巴菲特心里 回家后他挑选了一只自己喜欢的股票 因为钱不够 他还拉上姐姐当合伙人 姐弟俩凑了114美元投入股市 结果没多久 这只股票就下跌了三分之一 沃伦非常难过 这些钱是他辛辛苦苦 卖了几年气水才攒下的 更何况里边还有姐姐的钱 姐姐每次见到他都会提醒他说 那只股票又跌了多少 搞得巴菲特压力山大 好不容易等到解套 他立刻把股票卖掉了 没想到这只股票在他卖掉之后翻了五倍 巴菲特后来回忆说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从中他学到了三个教训 第一 不要过度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 第二 不要急于抓住迎头小利 第三 不要轻易拿别人的钱来投资 那会造成巨大压力 1941年 日本空袭珍珠港 美国被卷入二战 一直对政治十分狂热的 霍华德巴菲特决定竞选国会众议员 霍华德属于共和党保守派 他认为美国参加二战是个错误 不应该为其他国家去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另外他还反对当时的社会福利和工人运动 主张保护资本家利益 因此工人们非常恨他 尽管如此 他依然勇敢的到工厂里去演讲拉票 当时沃伦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站在门口望风 当工人们准备动手揍他父亲的时候 赶紧跑去叫警察 霍华德在竞选中挨了很多骂 出乎全家人意料的是 他最后竟然成功当选了 其实这也不算意外 内布拉斯加州是个农业州 工人在选民中占比很低 而且社会观念十分保守 2016年总统大选 这个州也是投票给特朗普的 1942年 新当选议员霍华德·巴菲特 搬到首都华盛顿就职 12岁的沃伦也跟着转学到这里 出来乍到 性格内向的他很不适应新生活 变成了一个经常逃课 在商店偷东西 对父母撒谎的问题少年 父亲威胁要断掉他的生活来源 促使他决心早日实现经济独立 沃伦读过一本书叫做 赚到一千美元的一千个方法 他从书中学到了复利的概念 也就是用钱来生钱 受此启发 他做了很多小本生意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 投币弹子机 当时美国商店门口 经常摆放这种机器 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抓娃娃机 巴菲特花25美元 买了一台二手弹子机 跟一家理发店的老板谈判 把机器摆在店里 供等待理发的客人打发时间 赚到的钱两人平分 接着他用这台机器赚的钱 买了第二台弹子机 此后很快就两台变四台 四台变八台 最后他跟附近小镇所有的理发店 全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弹子机生意中 沃伦第一次体会到指数级增长的魔力 现在来看 这依然算得上非常优秀的商业模式 那一年巴菲特只有17岁 他已经实现经济独立 自己支付所有生活开销 还额外攒了将近1万美元 1949年 巴菲特的父亲竞选连任失败了 一家人返回老家 父亲在政坛失事之后 沃伦体验到了人情冷暖 突然感悟到人脉的重要性 1950年 巴菲特从内布拉斯加大学本科毕业 打算继续读硕士 为了进入商界精英的圈子 他决定申请入读哈佛商学院 并且自信满满 认为自己年纪轻轻就掌握了赚钱秘诀 一定可以被哈佛录取 但他错了 哈佛的办学目标 是培养性格成熟的领导者 而不是单纯只会赚钱的人 谈起当年去哈佛面试的场景 巴菲特回忆道 我的样子看上去16岁 情绪表现大概只有9岁 面试官跟我聊了10分钟 决定把我拒之门外 申请哈佛失败后 巴菲特只好尝试其他学校 当他翻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简章时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本皆名格雷厄姆 这位价值投资大师将在哥伦比亚商学院 开设一门股票投资课程 巴菲特非常喜欢格雷厄姆所写的 聪明的投资者一书 反复读过很多遍 他立刻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信 表达了对格雷厄姆的崇拜之情 申请成为他的学生 招生主管恰好是格雷厄姆的好朋友 他被这封信的热情打动了 尽管当时已经过了申请截止日期 巴菲特还是被录取了 他从此追随格雷厄姆 走上了职业投资者的道路 回顾巴菲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他的性格同时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响 父亲的职业让他很早就开始买股票 前生前的复利概念 帮他捞到人生第一桶金 在母亲那里 他学会了吃苦耐挠 同时母亲的情绪问题 造就了他内向的性格 在学生时代 他幸运地找到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作为导师 开启了职业股票投资者的精彩人生 接着来看第二阶段 巴菲特从19岁到26岁的青年时期 因为巴菲特的入学申请提交得太晚了 没能分配到学生宿舍 只好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招待所里 前面说过 巴菲特不怎么信教 他之所以加入宗教团体 是因为这里住宿便宜 一个房间每天只收十美分 在外面正常租房 则需要每天一美元 他其实并不穷 除了做生意攒得上万美元 还拿到了500美元的奖学金 但自从了解到负利的概念后 他认为当前的一美元 对应着未来的成百上千美元 每一分钱都像一片雪花 将来都有可能滚成大雪球 所以他决定在个人生活上 能省就省 攒下来的钱都被他投入股市中 格雷厄姆负责初级金融课程 这是一门必修课 很多学生去听 课上讲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估值 大部分学生其实并不了解 或者不是很感兴趣 他们中大部分人毕业后 就去了大公司当高管 除了巴菲特 没有人想把股票投资当成职业 所以在课堂上 积极跟格雷厄姆互动的 只有巴菲特一个人 师徒俩经常一问一答 把这门课变成了两个人的二重唱 在格雷厄姆的课堂上 巴菲特学到了三大主要原则 第一 买入一只股票 就是获得一家企业的一部分权利 为了行使这部分权利 一定要了解你买入的这家企业本身 第二 要建立安全边际 避免亏损本金 要不断前进 首先要做到 不倒退 第三 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 不是你的主人 格雷厄姆假设了一个喜怒无常的角色 叫市场先生 他每天都在制造不合理的价格 一次又一次提供低买高卖的机会 但你对价值的判断 不应该被市场先生的情绪左右 也就是说 不要单纯因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进行操作 每一次买卖都应该以价值为依据 巴菲特赞同格雷厄姆的大部分投资理念 唯独在第二条 安全边际上 两人的看法不同 格雷厄姆建立安全边际的方法是 烟蒂投资 意思就是 榨取烟蒂最后的剩余价值 这种投资方法的本质 是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 买入那些跌破净资产的低价股票 这些股票就像被扔掉的烟蒂一样 大部分还能再抽几口 但也有一部分已经臭了 股价会彻底清零 这将造成本金亏损 所以格雷厄姆的投资组合里 每只股票的持仓量都非常小 主要采取极端分散持股的方式 来建立安全边际 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格雷厄姆是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 那时美国经济很差 大部分公司濒临倒闭 导致他非常厌恶风险 在他眼中 每家公司都有可能破产 所以总是按照一家公司的 清算价格来进行估值 但巴菲特认为 只要对一家公司充分了解 就可以建立安全边际 不需要刻意分散持股 所以他经常重仓投入某一只股票 在格雷厄姆的课堂上 学到很多投资知识以后 巴菲特还想追随导师工作一段时间 但在那之前 巴菲特先回老家奥马哈市 解决人生大事 他结婚了 新娘是父亲的老朋友 汤普森博士之女苏珊 巴菲特和苏珊的结合 有一些包办会因的感觉 两个人的三观相差很大 巴菲特出身于共和党保守派家庭 而苏珊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自由派 热衷于民权运动 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 当时苏珊正跟一个犹太男孩谈恋爱 她的父母不允许女儿和少数族裔结婚 于是趁苏珊的男朋友去外地上学的机会 拆散了这对小情侣 匆忙促成了她和巴菲特的婚事 当时巴菲特21岁 苏珊只有19岁 两人去赌城拉斯维加斯度蜜月 苏珊还没到可以合法赌博的年龄 尽管婚前的相处时间不长 两人的婚后生活还是很幸福 巴菲特对妻子非常满意 她写信给长辈说 自己爱上了一个无以伦比的女孩 她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懂股票 苏珊是一位贤妻良母 把家庭生活照顾得无微不止 同时也成为巴菲特发展人际关系的重要桥梁 1954年 巴菲特带着妻子苏珊和刚出生的女儿来到纽约 入职于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 虽然收入不菲 巴菲特还是不改吝啬本性 她租了一间非常便宜的公寓 一家人搬过来时 公寓还不能住人 他们只好在朋友家的小房间临时住了两天 那里没有婴儿床 巴菲特把女儿放在抽屉里过了一夜 这件事后来很出名 人们都说巴菲特吝啬到让女儿睡抽屉 巴菲特在格雷厄姆公司的工作内容 就是每天翻阅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找出股价低于清算价值的公司 巴菲特非常刻苦 很快成为公司的得力干将 同时 他也发现了自己和导师的不同之处 格雷厄姆把投资当成智力测验 他研究股票的终极目的不是赚钱 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聪明头脑 巴菲特并不这样想 他买股票的唯一目标就是赚钱 而且他意识到 赚钱有时很简单 并不需要想太多 例如 格雷厄姆投资了一家巧克力公司 当时原料可可豆的价格飙升 导致这家公司的效益很差 股价跌到谷底 格雷厄姆发现 这家公司的仓库里存了很多可可豆 比整个公司的市值还高 于是他跟大股东达成协议 以市价买入股票 然后用股票来换取相应份额的可可豆 因为每份可可豆的价格高于股价 只要卖掉可可豆就能实现套利 巴菲特按照格雷厄姆的吩咐 全权负责这套操作 但他意识到赚钱并不需要这么复杂 在操作自己的个人投资时 巴菲特只做了一件事情 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并一直持有 道理很简单 很多像格雷厄姆这样的投资人 选择用股票换可可豆来实现套利 本质上其实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用可可豆库存来做股票回购 这就意味着在外流通的股票数量越来越少 清算可可豆库存后 这家公司的财务数据变得很好看 同时流通股又特别稀少 股价很容易飙涨 巴菲特很了解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知道这个人野心很大 一定会主动炒高股价 事实证明巴菲特是对的 可可豆清算完成后 这家公司的股价翻翻 巴菲特获得了100%的受益 而格雷厄姆的套利交易只赚了7% 在这个例子里 格雷厄姆的思路是典型的烟蒂投资 拿这家公司的清算价格来衡量股价 而巴菲特的想法截然不同 他认为 哪怕一家公司快破产了 只要他账上还有现金 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业务来转型 所以他的估值依然要高于清算价格 这个思路其实有点像我们 A股市场壳公司的概念 但巴菲特不是简单买入壳公司的股票 他要深入了解这家公司 然后才进行投资 尽管性格内向 巴菲特还是想尽办法跟商界精英交朋友 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赢得他们的好感 借此获得公开渠道看不到的信息 格雷厄姆则比较抵触这种做法 他不愿意跟上市公司高管建立私人联系 认为那相当于在搞内幕消息 这种分歧没有影响师徒二人的亲密关系 1956年 62岁的格雷厄姆决定退休 他希望巴菲特成为公司合伙人 继承他的事业 没想到这个提议被拒绝了 巴菲特虽然崇拜格雷厄姆 但不想当任何人的接班人 另外他不想在纽约定居 因为华尔街的工作氛围 让他感到不自由 26岁的巴菲特返回家乡奥马哈 决定按照自己的独特风格 开创投资事业 回顾巴菲特从19岁到26岁的青年时代 格雷厄姆是他在职业投资领域的引路人 教他学会了价值分析 建立安全边际和避免市场情绪干扰 这三条基本投资技能 但巴菲特并没有盲从导师的烟蒂投资体系 他决心深入了解每一家他想投资的公司 挖掘别人没有看到的内在价值 这种风格成为他日后成功的关键 接着来看第三阶段 巴菲特从26岁到40岁的创业时期 1956年巴菲特举家搬回奥马哈市 此时他已经攒下17.4万美元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64万美元 这笔钱足够他退休了 但巴菲特并不满足 现在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人 可以成立公司 拿别人的钱投资了 不过童年时代拿姐姐的钱炒股留下的教训 依然对巴菲特影响很大 他知道自己的心理不够强大 一旦合伙人因为股票下跌而批评他 他很可能受不了压力提前卖掉股票 于是他决定先接受那些最信任自己 永远不会责怪自己的人当合伙人 他的第一批投资者 包括父亲老巴菲特 岳父汤普森博士 大学室友和几位童年玩伴 以及他们的父母亲戚等等 1956年5月1日 巴菲特联合公司正式在奥马哈成立 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巴菲特家里 这栋房子非常小 而且是租来的 巴菲特不愿意花钱买房 他认为每一分钱将来都能滚成大雪球 不应该现在就花掉 直到妻子生下第三个孩子 巴菲特才买了房子 他一直认为买房是愚蠢的投资 还给自己的房子取了个绰号 叫巴菲特干的蠢事 在20世纪50年代 一个大学生毕业后 不去大公司找个正经工作 而是窝在家里创业 即便在美国也很不寻常 而且奥马哈是个小地方 大部分当地人对股票一无所知 证券这个词的英文 security还有安全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以为巴菲特是卖房盗报警器的 幸亏他有一位无条件支持他的好妻子 苏珊不但为巴菲特营造了安静的工作环境 还帮他安排好了社交活动 夫妻俩很快打入奥马哈上层社会 他们结交的一些富人朋友 成为巴菲特的早期投资者 导师格雷厄姆正式退休后 也把自己的一些大客户介绍给巴菲特 随着他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高 名气越来越大 一些外地富豪也主动找上门来请他代理投资 对于每一批新募集的大资金 巴菲特都单独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到1961年 他总共掌管着11家这样的投资公司 换句话说 就是成立了11支私募基金 他白天到图书馆看报纸和商业杂志 掌握最新行业动态 回到家后查阅上市公司手册 从中挑选有潜力的公司 然后自己开车实地走访调查 一旦确立目标就重仓买入 巴菲特从不分散持股 这是他跟格雷厄姆最大的区别 但在挑选投资对象上 此时的巴菲特依然受到燕地投资的影响 总喜欢以低于清算价格买入那些困境反转的公司 下面举两个成功例子 看看那一阶段巴菲特的投资风格 第一个例子是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 这个名字很高大上 其实它是一家半死不活的小公司 1919年一战刚结束 市场上缺乏好的投资渠道 很多农民被推销员欺骗 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买入这只股票 但这公司没什么靠谱的业务 股票流动性很差 根本卖不出去 只好锁进柜子 巴菲特从上市公司手册上 发现这家公司的时候 很多小股东都已经去世了 或者早就忘了这件事 当时股价是30美元 比30多年前下跌了70% 但巴菲特发现 这家公司的每股收益高达29美元 市盈率几乎是1 这意味着它的业务已经起死回生了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 巴菲特找到了背后的原因 原来美国的一个保险业世家 哈曼森家族正在悄悄买入这只股票 并且把家族的高端保险业务 转移到这家公司里 巴菲特派代理人去乡村走访 当场拿出一大把钞票 打听谁家有美洲国家 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 听说这种压箱底的废纸 终于能换钱了 农民们沸腾了 当然也有坐地起价的情况 最终巴菲特以60美元的均价 买入这家公司10%的股份 转手就以美股125美元的价格 卖了出去 盈利超过100%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运通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很有名 是美国的金融服务巨头 但在20世纪50年代 它只不过是一家旅行支票公司 而且被卷入一桩欺诈丑闻里 无意中给一个骗子做背书 帮他骗了很多银行贷款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 美国运通也是受害者 但那些被骗的大银行 都向他索赔 学上加霜的是 这时恰好出了一个黑天鹅事件 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了 股市大跌 美国运通跌得更狠 没几天就腰斩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家公司要破产 但巴菲特并不这样看 他走访了很多酒店 银行和旅行社 发现旅行支票这种金融产品 正处于强势发展期 而且美国运通 依然是这个领域最被信任的品牌 基于这些调查 巴菲特开始重仓买入 美国运通的股票 将他管理资金的三分之一 都投了进去 总共花了1300万美元 算得上一场豪赌 就在这个时候 巴菲特的个人生活 遭遇重大变故 他的父亲去世了 多年以来 老巴菲特一直不遗余力地 支持儿子的投资事业 可以说是巴菲特早年的精神支柱 美国运通的股价 在巴菲特买入后继续下跌 再加上父亲去世 带来的情绪压力 巴菲特患上了 严重的失眠和脱发 才30多岁 头发就掉了一大半 几年后 也就是1967年 美国运通公司 付出一大笔赔偿金后 终于摆脱了官司 生意回到正轨 利润大幅增长 股价飙升到180美元 比低股时翻了三倍多 成为巴菲特的又一个经典投资 上面这两个是成功案例 巴菲特在这一阶段 也有一些失败经历 1962年 一位朋友告诉巴菲特 马萨诸塞州有一家纺织公司 正在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价出售 也就是典型的烟蒂公司 巴菲特刚开始的打算是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迅速分拆清算 拿钱走人 没想到 他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 受父亲的保守派政治观点影响 巴菲特眼里只有资本和股东利益 轻视工人的力量 然而分拆一家公司需要大量裁员 这遭到工人管理层和当地舆论的强烈反对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巴菲特无法实现预先的构想 他现在想把这家公司整体卖掉 但没有人愿意结盘 本来只想炒个短线 却被迫当上了大股东 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 总体来看 巴菲特的早期创业生涯还是非常成功的 通过精心挑选最信任自己的投资人 巴菲特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外部干扰 让他可以重仓压住那些 即将从困境中反转的公司 但也存在一个问题 他此时的商业格局还不够大 缺乏足够的名望 不能对投资的公司施加决定性影响 例如前面提到的 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 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的是 大股东哈曼森家族 巴菲特只不过搭了个便车 当需要他凭借一己之力 来拯救一家公司的时候 例如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个例子 巴菲特往往会失败 步入中年 巴菲特开始对自己的投资生涯感到困惑 他写信告诉合伙人 当前的市场环境让他感到不适应 同时抛出重磅炸弹 自己将在1970年关闭合伙公司 正式退休 他所说的退休 指的是结束合伙人投资公司 这种运作模式 40岁的巴菲特决定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促使他做出这一转变的重要人物 是一位好朋友 查理芒格 在滚雪球下集的解读中 我们将了解到巴菲特如何与芒格合作 完善投资格局 提升自己的名望 将伯克希尔哈萨维 从一家砸在手里的失败品 转变成一个投资帝国 好 滚雪球上集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